第四集 生命 近年来 全面铺开的科学大工程建设 不仅体现了中国的科技实力 也彰显着中国的科技雄心 而一种大科学装置所取得的原创 领先的科技成果 更是遍地开花 备受瞩目 为子孙后代保存生物遗传资源的 西南野生种植资源库 迅速提升前沿研究能力的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 研究劣性病毒的最高级别的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 大科学装置工程规模庞大 从立项设计 开工建设到验收交付 每一步 每一环 都体现着自主研发能力的基点 和技术制造能力的突破 一粒种子 令人失败的状况 thanking你 网站你 来西南野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廷是中国科学院云南植物研究所种植资源库的采集员 一早张廷来上班 种子萌发检测人员告诉他 水饺种子的萌发失败了 萌发失败的水饺的种子 是他去年采集回来 经过处理后保存到种植资源库的 我们拿到那边去检查一下 保存在冷库里的种子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拿出来进行萌发检测 如果萌发失败 科研人员则需找到失败的原因 并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进行保存 这个是比较奇怪 张廷决定到冷库里把所有水饺的种子都取出来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是在离地面6米的地下 我们坐的冷库就在这里 这里常年低温 温度维持在零下20度 如今已经有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地区的野生植物种子 8400多种在种植库的冷库里入住 这里的空气相对湿度15% 这种湿度和温度可以让大多数种子 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活动 这种湿度和温度可以让大多数据 是屁庫 對 這邊我有分那個種子 我們今年又到海南 重新採了一份新的種子回來 然後試一下 因為種子乾燥低溫保存不了的話 我們試一下這邊離體保存 讓你看看 做一下 謝謝 我們嘗試一下 離體保存就是先用植物的種子 或其他組織培養出一顆植株 然後在未來需要的時候 再用克隆的方法 進行大量繁殖 離體保存它主要是基於植物細胞 具有全能性這樣一個特點 就是這樣一個理論基礎 來對這些不易通過種子保存的物種 進行保存 像我們褲裡面 離體褲主要保存的就是 蘭花 蕨類這些物種 我手上這一瓶就是保存了 有30多年的一個鐵皮石壺 當我們在需要 這份種子資源的時候 我們可以通過克隆的方式 進行大量繁殖 通過離體保存的方式 水餃和這些物種 一起被安全地保存在了這裡 在未來的日子 會有越來越多的地方 留下科研人員的足跡 也會有越來越多的種子 被保存在種子庫 種子資源庫建立 就等於為現有物種 建立了一個避難所 如今這裡已經保存了 一萬六千多種種種質 但它保存的不僅僅是種質 而是我們來以生存的家園 是一個世界 從前 由於我國沒有相應的科學設施 科學家分析蛋白質晶體結構時 都要飛到日本甚至美國 向他們的科學設施求助 如今科學家們不用再往來奔波 在自家門口就可以完成這些工作 免去科學家奔波之苦的 這就是我國自主設計建設的 大科學裝置《上海光源》 H7N9潛流感病毒的直徑 只有頭髮絲的千分之一 科學家利用上海光源的神奇光束 解析出這種高致病性病毒的分子結構 從而大大加快相關疫苗藥物的研發 讓病毒險情的 就是這個巨大的鸚鵡螺建築 它是我國的第三代同步輻射光源 與前兩代光源不同 在這座巨型建築裡 我們的科學家已經製造出世界上最亮的光 它能夠照亮納米級的微觀世界 我們這個裝置建成之後 有一種說法是 我們在生物學這個方向上面 就國內的整體科研能力 有個質的提升 就是我們裝置建成之後 在這個領域用戶發表的文章 建成沒建成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別 就是量級的差別 甚至我們解蛋白晶體的速度 目前我們已經有至少兩年還是三年 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 冷用斌曾在美國深造 並參與散裂中子圓工程的研製工作 他當時就有一個想法 提高自己的水平 回國建設中國自己的光源 2004年10月 冷用斌回國 投身建設上海光源項目 5年後 他的中國光源之夢 終於實現 那句著名的話說 科學沒國界 但科學家還是有國界的 對吧 所以你把哪個國家造出來 世界級的裝置還是不一樣 就在中國做和在國外做會有差別 利用高速運行的電子 在運動過程中產生的同步輻射光 這個設施就如同一個巨大的超級顯微鏡 讓我們能夠清晰地看見 蝗蟲觸角裡面的微系管道 呼吸器官以及蝗蟲血液的流動 但光源的意義還遠不止於此 它正帶領人們挑戰微觀世界的極限 2015年1月31日 中科院物理所從事超導研究的丁洪團隊 利用這束神奇之光 發現了被人們尋找了80多年的 外耳肺米子 這一成果被歐洲物理學會 評為2015年度 國際物理學十大突破之一 這樣的一個糊就是肺米糊 是外耳肺米子的一個重要證據 也就是說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外耳肺米子 而研究 所以我們不算 僕只好喝的是 禮物理說 比均米糊 比均米糊 完全十分別 太容易 你多睡覺 所以我們不一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起2003年非典的流行 想必大多数人会记忆犹新 一种通过呼吸道就能迅速传染的疫情 给当时的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慌 而也正是那次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暴露了我国应对新发传染病的弱点 我们国家原来也一直都有传染病 但是为什么SARS爆发对我们的应变能力 产生这么大的重要的影响 其实主要是我们在新发传染病 比如说一个新来的 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传染病 而且是一个迅速扩散的一个传染病的应对能力 不够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国家政府才重视到 就是我们在新发传染病的应对能力方面 以及我们的科研实力方面 是需要极大的提高的 那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 你的平台建设需要跟上 根据安全防护等级生物实验室分为四个级别 其中P4实验室是专用于 烈性传染病研究的大型科研设施 也是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 例如埃博拉属于这一级别 而SARS病毒的实验 是在P3实验室内进行 非典过后 2015年我国首个P4实验室建成 这也是亚洲地区首个建成的P4实验室 世界上具有最高危害等级的 烈性传染病共有20多种 针对这些烈性病毒的致病机理 疫苗药物开发等研究 都必须在防护条件极高的 P4实验室中进行 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传染病已经是没有国界了 我们的宿主和媒介会穿过边境线 进入到中国 同时我们随着非洲战略的实施 大量的人员在我们域区工作 这些人回来之后 也有可能把非洲的传染病带回来 另外一个方面 随着现在交通运输车的一些变化 很多在其他域区发生的传染病 可以通过人员 货物和其他的放入 会进入到国内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 这些烈性传染病的一些技术 和药物的储备工作 那么最高级别的病毒实验室 到底是什么样 未来科研人员是如何 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呢 趁着武汉P4实验室 还未正式使用前 记者还有机会进入其中 一窥究竟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P4的核心区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更衣室 在这里呢 我们会脱去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衣服 然后穿上我们的这个黄护服 有两层 一层是内衣 一层就是连体的黄护服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脱衣服了 好了 我们已经换好了个人的衣服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了镇压服跟衣间 在这里呢 我们会穿上我们在P4里面工作 所需要的镇压防护服 每一位进入P4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都必须经过特殊培训 获得国际专业许可证之后 才能获准进入 而学会穿防护服 是他们的基本功 这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 培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你人员的进出 你要进去的话 你黄护服怎么穿戴 然后要穿戴的 要完好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培训的环节 为了确保实验操作过程的安全性 进入病毒实验室 一定要两人一组成对出入 这样可以互相关照 避免发生危险 穿上防护服 插上内外有一定压叉的通气管 两位实验员立马变成了冲气人 现在我讲话 你讲话我就听不见了 没有空气的传播 密封在镇压防护服里的实验人员 无法听到记者的简化 足见其安全性 那么刚才我们每走了一个房间 来到这个实验室 每一个房间的气压都是递减的 那么这样可以保证 我们每开一道门 空气就是从外往内流动 而不会反向的从实验室内 往实验室外泄露出去 通过五道气密门 两次更衣等层层的安全防护 科研人员才能真正进入核心实验室 P4实验室被无数的气密门 分割成不同区域 主要包括三个实验室 两个动物室 一个军种宝藏间 和一个动物解剖间 同时可容纳24位科研人员工作 由于实验室里 还没有真正引入活体的病源 因此我们还有机会 近距离地拍摄 科研人员在P4实验室的模拟演练 记者看到 实验室内 吊挂着无数根蓝色的空气管 满足科研人员来回自由走动 随时提供源源不断空气的需求 这个实验室不仅仅是为我们科学研究 揭示生命的现象 提供一个基础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 为我们国家的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提供一些技术和药物储备 也能够促进地方的一些 食物医药产业的一些发展 目前我国约有9个课题 10个国家级研究单位 在从事埃布拉病毒研究 包括检测方法 诊断世界开发等 而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立 将会大大加快这方面安全领域的进展 超导是物理世界中最奇妙的现象之一 在普通的导体中 电子的部分能量因为碰撞变为热能 因而被消耗掉 而在超导体中 由于电阻为零 电流可以毫无阻力地在导线中传输 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发生任何损耗 假如在超导环中又导一次电流的话 电流将永久环流 而几乎不衰减 这是中国科技馆超导展台 在中国科技馆四楼的这个展台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 正在为孩子们掩饰超导这个奇特的现象 你看这个就相当于刚才 你刚才看那个车看到没有 我把这个东西一放 来 你看 这边 怎么这么快啊 对 现在你看 这秘密就在这 就是降温冷却的液体 孩子们对这些神奇的现象充满好奇 超导体电阻为零的特性 具有很大诱惑力 让人们对其应用充满渴望 1913年 诺贝尔物理奖授予荷兰科学家 卡莫林·昂内斯 表彰他对低温下物理特性的研究 其中包括发现了超导体 1987年 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德国科学家 百诺兹与瑞士科学家妙乐 以表彰他们发现了 相对更高温度下的同基超导体 就在这一年 赵忠贤和研究所 第一次向世界证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零下273度 那么在这液氦当中又轻泡着超导线圈 那么这个超导线圈 当在液氦里头的时候 它的电阻就消失了 电阻为零 那么当我们往超导线圈里导入了电流 那么这个电流在超导线圈里 就会用不停息地流转 然后这个流动的电流 就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净磁场 这个强大的净磁场 就为磁虫震成像建立了一个净磁场的物理基础 那么超导磁虫震 它的优势就是说性造比比较高 那图像质量比较好 核磁共振成像仪中的磁体系统 是装置的关键设备之一 60%以上的成本都源自超导磁体 很长时间以来 这个核心部件受国外技术垄断 如果利用国产化设备 每台设备售价降低50% 患者所要承担的费用将下降80% 然而目前对老百姓来说 这已不是梦想 人类从未停止仰望星空 往揭开宇宙的神秘面上 科技帮助我们探寻宇宙的奥秘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科技的力量第五级宇宙